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要使用药物的治疗 而且要配合心理的治疗 要有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培养一个幽默感 增加我们愉快的生活的体验 做适量的运动 让患者始终处于积极快乐的心态中 更有助于病情的康复 心理治疗对三分之二的病人是有效的 那么在药物的选择上可以口服一些促进胃肠动力的药物 比如说马丁磷 三九胃泰 也可以采取一些中医辨证实施的方式进行治疗 调节饮食习惯对治疗胃肠功能的紊乱也是非常重要的 胃肠功能不好 往往是个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 建议在日常的饮食中以清淡为主 避免辛辣刺激和容易产气的食物 多吃一些促进消化的食物 像山楂或者是水果 烟酒最好是要戒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可以帮助我们疾病的康复 所以说胃肠功能紊乱 经过积极的治疗和饮食控制是可以治愈的 不要有太大的精神负担 我不能吃了这个视频 这细腹会了ед moving 就是他们来给10月的在眼球 进行最高观看 吃都不怕